好新改版了 那我们也来看一下我们的明日热园吧 好来到我们明日热园之后呢 我们可以选择我们要去的地方 看你是想要去过山车还是去钓鱼 还是去打靶 那这边每天最多可以钓50条鱼 所以记得来钓 那另外的话打靶有活动 那打靶三次 每次是100秒那打靶过程中子弹无限 不过这个还有点难度 这个还有点难度 那剩下的就算是体验性质的 大家可以来体验看看 那我觉得休闲一下玩玩也不错啦 那还有我们的南瓜入侵的话是每日的8点 那要等晚上8点我们再来看看吧 那击败南瓜有机会获得大量的奖励 所以晚上8点我们都尽量来打 那应该也是个时间限制的活动 所以8点不要错过咯 那最后一个是我们的那个伪装看篮者 那这个的话只有周末才能参加 所以这边的话要再稍等一下下吧 等周末的晚上我们再来试看看 这乐园看起来算是一张比较偏 新地图的东西那应该也是来玩的 不过我们就每箱游乐设施都给他玩看看吧 这两个小鸭太可怕了吧 这是在演什么恐怖片 太可怕了不要看不要看 这个吧过山车 上车 上车 不能上车了 可恶 又按下会下车了 我以为 不要不管不管我要上车 这是下车 这是翻转视角 好吧 那我们就坐一次过山车吧 好高喔 还挺有趣的 所以目前有开放的话 大概是打把旋转木马跟国山车这些 那如果想要来的话 可以稍微来看一下玩一下 那再过来的话 这次我们万圣洁的商队之线 商队之线首先有出这个 呃叉子 那导弹的效果跟手提灯吧 手提灯可以发光 那应该跟那个袋子一样 那最近都有出这个东西 最近都有出这个东西 那基本上这个东西 我不知道 不会借你们买 因为 可是他是换魔王币 魔王币是要换什么东西 哦 于商队四级中可以换取相对硬的道具 这个吗 哦原来如此 所以你们如果现在要换 家具的话要买魔王金币一箱 那才有办法来换 这些那个特殊的 呃 哇好坑喔 才能来换这些特殊的家具 那这个是随机 一二十五十 一二五十二十五十一百 哇那这次的万圣节特殊家具 可能还蛮贵的哦 但是感觉还不错 感觉还不错 那如果你们是家具党的话 可以来换一下这些东西 而且有女巫的锅子 这个感觉还可以玩 那如果非家具党的话 我还是会借你们换 配方产业跟集结材料 护甲材料 那剩下的如果想要小课党的话 模组时刻意还是比较好的选择 不过这边见仁见智 看你们想要换什么 那这一次的新时钟呢 这次新时钟入手的方式有两个 一个是直接购买的白色礼服 不过因为礼服不太 那这礼服不是我想要的情节吧 而且又不符合这种末日的 末日的feel 然后所以整体来说很漂亮 那也适合参加宴会啊 参加派对可以使用 但是我觉得我女儿应该 不适合穿这么的 这么的公主形式吧 我觉得我女儿不是公主啊 所以这套时装 这东西反正就见仁见智了 那看你们喜不喜欢 反正我对公主是没兴趣的 对不对 我家女儿可是野女孩啊 我还是比较喜欢 我家女儿还是比较喜欢穿那个哦 铁系疯狂到处跑 我就会这样子会好一点点 那所以这次的时钟 依然是不想克 一样是不想克哦 好啦新衣服见仁见智了 看大家喜不喜欢了 喜欢就买吧 那不喜欢就跟我一样 pass 掉下一套会更好 除此之外 现在我们新的活动跟新的任务 也多了非常多 那到时候 我们再来看看新的万圣节 我们的鸡爽故事要怎么结吧 那今天的改版资讯介绍在这边 感谢大家的收看 这应该是打法游戏吧 参加游戏 打到人会扣分 打到头应该是加分100秒 但要无限 和获得射击之心 那跟我们一般打法一样 那这边的话 最好的枪应该还是用塔沃尔吧 我觉得塔沃尔本来说都比较快 那我们试试看用塔沃尔打 不然打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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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后面好难哦 后面好难哦 难度有高 没那么好打 没那么好打 Phoenix 大概580分喔 還不錯 好難打喔